好,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首比较好听的流行歌曲 叫《你好不好》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我的谱子呢也是在网上找的 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谱子 一个是问的人很多 我也不方便一一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练的话 自己还是在网上找一找 找到跟我这个 这个版本我相信不会很多 一找就会很容易,很方便就找到 我们来看这首曲子一开始是降西降咪 降西降咪就是降鼻大调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前奏 大家看这首歌《你好不好》 这歌名就有问候的意思 所以说前奏不宜弹得太响 一个乐剧完了,又第二个乐剧 这个第三行的第一小节拍子要输稳啊 第三行的第一小节拍子要输稳啊 第三行的第一小节拍子要输稳啊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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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一、二 所有音量都在你手里的控制当中 很多初学的朋友呢 就说会忽略句子的感觉 音乐句子是它的灵魂 所以说一定不能忽略 你要把它弹成一个声音 很单 很个体的话 就会很难听 这样就没内容了 一句 又一句 大家注意 有的时候要增加一些坚强 推动它音乐的内在的 向前推动的感觉 这里我就做了个坚强 它也到了比较高的音区了 那我就稍微给它推出一点 到这个音 是达到在这个范围内 达到了一个小的高潮 然后再收 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你曲子 有处理 也会让音乐很生动 又建议另外一个乐段 另外一个乐段 我从心里感觉到我的手上 我都会有一些推 收 又重启一段主旋律 一段主旋律 就帮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